今天有人恐吓要杀我 是不是下谋杀 应该是Bratom的员工 因为我投诉他 他说他会开车撞死我 现在的人很恶毒 是呀 打婚我 还说要杀死我 下主谋还一天到晚在休假 他的工作就是偷转别人的钱 没人敢动我 因为我黑白两道都混得很熟 看见这种人要赶快逃跑 我不是丽莎 但是我认识许律师优 我不会去警局 而会直接去法院 你说什么 警察不会做事的 山凡市DA也不做事 我已经知道了 再见